大家都會覺得你留意到 有些個別股份其實都不是沒有表現的 雖然市場很悶 因為通常有些值優股 或者大家駁它前景來好轉那些 我們應該怎樣去選擇呢? 就是這麼多公佈了業績之後 我們去哪些還值得可以再留意呢? 其實都有幾個類別的簡單點分 就是如果港股裡面 美股裡面比較多的太陽能股那裡有些選擇 但是港股 就是中資這邊的太陽能股 看到最近有些沽出 就是有些北響資金都有些流出來 所以這裡整個板塊有點震了下來的 其他比較是還站得硬有好業績的板塊有兩類 分別是消費類和科技硬件類 科技硬件類你見到比起軟件類都強很多 還有因為軟件類 應該之前都說過 因為軟件類其實也很多是科網類的軟件類 這個是政府的一個監管 整改的一個重點目標 對 現在都還沒有完全消除了 前陣子因為放寬了 因為政策六月開始炒放寬 但是之後又再來過 所以這裡還有一個顧慮在那裡 但是硬件類就不是他們的一個 就是叫做幾大整改的板塊裡面 你可能剔除了那些之後 但是硬件類就不是了 甚至硬件也是一個要支持的一個板塊 因為其實他們是想發展一些硬實力的或者科技的基建 真的可以幫助到國家發展的一些行業 譬如其實半導體也是其中一個 不過不是每間公司都交到好的業績 剛才就說有哪些是有好業績的消費股份 或者是科技硬件 都可以去逐漸講講 都會是比較多選擇的一個板塊來的 其中一隻就是新秀黎1910 前陣子就出了業績的了 走勢都很厲害 出完業績其實就爆了上去 爆了上去又是了 爆了上去就沒有追了 這些急升股就是 它急升完它超賣 那它會回落回來 回落回來有新設置就是可以做的時候 那現在都算是調整了 接著再三年揚漫 那現在叫做試翻一個上升 其實差不多那裡就是它的上升軌 其實試翻下去也都會再起動回來的 業績那裡上半年的銷售額增加有58.9% 12.7億美元 毛利率都有由50.8%升到55.7% 還有主要就是它終於是可以做到虧轉型 因為上年變了虧損 那今年終於可以是轉回營 所以很多大行都給予評級 預計是今年全年的業績可以有機會轉型的了 那如果看回它的細分市場 那裡是銷售額升得最厲害的呢 北美洲就是增長51% 歐洲增長159% 拉美增長151% 亞洲增長34% 那就是增長最強勁的市場 現在就是歐洲和拉美 那中國這一邊 因為中國是亞洲很重要的市場 那所以中國這一邊就應該是要等著一個防疫那邊的解放 那這個就 都算是一個不確定性 但是呢 是在中國還沒解放的時候 它都交到好數 所以這個是一個 都還有一個樂觀的展望在這裡 如果你說 究竟旅遊對於它的收入有影響多大 那旅遊呢 它是佔收入是有8.14億美元的 非旅遊收入都有 那都有4.56億美元 所以都還有一些非旅遊方面的數 就是比較少受這個影響的數 但是其實現在全球都逐步通關的了 那所以基本上 就是一個再重要等的就是等中國都去解封了 那現在 那這個都會是未來的一個增長催化劑 那這次的增長都挺好的 就是可以做回規轉型 那不過其實都未去回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的 那比起2019年的第二季呢 那個利潤呢 那都還是低16.1%的 未去花了 但是都不是說很遠了 其實已經 那應該 比如看一下下半年 或者下年 是不是可以去回疫情前的水平 是 那另外除了新秀例 是不是還有其他 你試說消費股之類的那些 是不是都不錯 都有幾隻 那是比較 就是新秀例比較國際性的品牌 那還有一些比較是國內的 比如是啤酒 啤酒有幾間都不錯 比如清啤、潤啤都做得不錯 還有海底撈 那海底撈呢 這個情況就和新秀例就很不同了 海底撈就沒有轉型的 其實還是虧損的 但是為什麼昨天出現業績升呢 因為它雖然還是虧損 但是起碼要做好一點 還有呢 比起它的刑警預期好 所以變成成預期的業績 但是如果真的比較強勁的業績 那新秀例始終是一個明確的 就是在虧損型的轉捏點出回來 就是比較簡單 裡面都是會比較新秀例 就是首選之一 就這樣 的 backgrounds soul attention 嘈 要 名乃 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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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公寨 我們